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今日例行记者会上,南韩外交部发言人鲁归德回应,南韩政府是否应对北韩实施单边的制裁政策。 鲁归德表示人与美安理会密切协商中,考虑进行国际上的制裁行为。 根据韩联社报道,鲁归德提到,昨天国家安保会议中总统有谈到将会与国际社会合作与制定应对措施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是否会进一步制裁北韩政府还在和安理会理事国家共同协商应对的方法。 鲁归德又说,南韩政府基于不容许北韩拥有核武的前提,将通过强而有力的制裁施压以阻止北韩的核武发展,希望可以带来北韩改变态度,使用核平方式解决。 综合媒体报道,美驻联合国大使海力Nike Henley于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中表示,世界各国为抵制北韩所做出的努力, 包括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驱逐对韩大使。